美国总统大选初选第一个登场的州是爱荷华州 距离爱荷华州初选倒数五个星期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和迪蒙记事报所做的最新民调 川普在爱荷华州有压倒性的支持 在可能会在初选投票的爱荷华选民中 51%支持川普 比位居第二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足足领先了32% 而民调第三的是16%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川普民调领先的幅度是爱荷华州共和党初选 有史以来最大的 紧格关键因素包括来自福音教派的支持 还有第一次初选投票民众的支持 另外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认为 不管川普司法问题的走向如何 他都能在明年的总统大选打败拜登 另外CNN最新民调川普在密西根州 和乔治亚州两个主要摇摆州的支持度 都领先拜登 2020年拜登在乔治亚州 以0.23%的些微差距拿下乔治亚州 如果两人再次对决 最新民调拜登在乔治亚州支持度44% 川普有49% 密西根州拜登的支持度40% 川普是50% 这两个州的民众对拜登的施政满意度 都不到四成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认为 拜登政策让经济更糟 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意外 2024就是川普跟拜登的对决 TVBS新闻林佳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